敬禮 傳承主師 敬禮 了名和尚 敬禮 撒迦正空上師 敬禮 十六師大包法王卡瑪巴 敬禮 圖登大吉上師 敬禮 坦誠善寶 敬禮 今天的父母主尊 西方极樂世界 阿彌陀如來 敬禮 瑤慈金夢大天尊 敬禮 十六師大包法王卡瑪巴千諾 師母 圖登師弟 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們儀會的貴賓是 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石儀教授及夫人 陳文文女士 臺灣省政府秘書長 鄭裴福先生及夫人 韓悟貞女士 中央 宇 WA拿 ami 中央研究院 國健主席 中央研究院 竹中山立試 中央研究院 卓中山立試 中央研究院 RICHARDTING 莊俊耀議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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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duction кол助院 中央研究院 雯鮑 темпер 麥毅煌教授 顾浩翔教授 蔡國玉教授 葉俗文教授 洪欣怡教授 游江成博士 林俊安醫師 世界華光功德會總會長常人上司 台灣區華光功德會理事長李春陽先生 台南市蔡旺前議員代表 敬宇企業公司總經理張宜珍女士 立大葛石集團董事長 林慧雄先生 七品佳記生活館董事長 黃淑琦小姐 中橫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楊文琦小姐 董事張子榮先生 大園滿九次第 喜金剛講義及密中道次第廣論 製作人連月上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新燈 節目製作人 許雅琦師姐 My sister 盧勝梅女士 2015年 生活中第三屆 國際大專青年 國際大專青年 超生命佛力成長營 全體的學員 及工作人員 感謝林慧雄先生 感謝林慧雄先生 打栽十萬元 盧其薇師兄 打栽十萬元 洪信家醫師 打栽十萬元 台北華山大型文創 藝術空間大型拍賣行 打栽十萬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佳五安 大家好 大佬五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大佛 Domo Konnichiwa Good afternoon 首先我們感謝姚子金木大天尊 跟十六世大爸爸王卡瑪巴千诺 他來探班 探班 我們做阿彌陀佛的附魔法會 姚子金木他也出現 然後十六世大爸爸王卡瑪巴千诺 他也出現 華喜充滿 謝謝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應該是不用介紹了 因為也不用講 大家都是知道的 每個人 一般的所有的出家人 念的都是阿彌陀佛 只要是出家人 見面 就是阿彌陀佛 連道教修道的人 見面 他也念 無量受佛 無量受佛 道家念無量受佛 其實他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是一樣的一尊 阿彌陀佛最好的 就是說 他曾經講過 只要一心不亂 那麼持他的名號 持他的名號 念南無阿彌陀佛 念阿彌陀佛 都可以 一心不亂念佛 就西方三聖 阿彌陀佛如來 觀世音菩薩 大師至菩薩 現前皆已 那你就可以到西方极樂世界 這個佛國去 那這是非常好 這個臨終 有的時候是臨終的時候 你念就行 最主要是一心不亂 這個一心不亂比較難 因為人臨終的時候 會想東想西 想一切過去的事情 你不能把它淨空 你淨空 一心不亂能夠念佛 就能夠待夜往生 因為他有四個淨土 第一個比較 但夜往生的淨土 是凡聖同性 同基土 凡聖同基土 就是凡 你不是聖人 但是你也有業障 但是你到了那裡 那麼那裡也有聖人 他可以引導你 將來怎麼修行 那個土 淨土 第一階段 就是凡聖同基土 同基的 就是說你是一般凡人 但是你一心念佛 雖然沒有什麼佛學知識 你業障也很重 但是在臨終的時候啊 你能夠一心 你就獲得接遇 他就感應了 就接遇 那道的淨土 叫做凡聖同基土 再進去呢 再進去呢 就是荒便友誼土 再來是十項莊園土 最高的就是長極光土 所以西方極樂世界 分成四個佛土 分成四也是九品蓮華生 這其中有待業往生 待業往生 這是非常殊勝的 你不管你業障都重 他都可以接迎你 只要你臨終的時候 一心不亂 他就可以接你 你到佛國 我認為這個阿彌陀佛的 殊勝跟偉大的地方啊 就是在這裡 能夠待業往生 一般的活土 沒有那麼方便 它沒有凡聖同基土 它沒有 一般的比較不容易 你必須要把業障完全清光了 清淨了 你沒有業了 你才能夠到佛國淨土 西方極樂世界不同 所以阿彌陀佛的名氣最大 每個人都念佛 出家人一見面 好久佛教徒一見面 阿彌陀佛就是這樣 以前我在台中聯社 那時候念佛 他念四日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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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板了一个这个摄滴吧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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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六日佛 四日佛都很好 都可以往生佛国净土 你就算念平常的念 南无阿弥陀佛也可以 你不要像以前在西雅图有一个人念 是这样的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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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念也可以啦 也是一个阿 本身也是一个Om Ah Hom的阿 然后也有阿弥陀佛 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世界 这也不错 这样子念也可以啦 但是 总之念佛 就可以往生 不管怎么念 还有一点观相念佛很好 你念佛想着阿弥陀佛 能不能念 这个是有祈宴 神祈的正宴 这个佛很快就会到 又想念佛 又念佛 这个比持民念佛 但是有些净土中的 他坚持持民念佛就好 不要太复杂 但是我们密教的 我认为说 你要念佛的话 你也观想阿弥陀佛 然后再念佛 这样子更好 这是我自己的本身的 好的这个接受 那么弥陀大法 也是最大的法 在密教里面 也是最大的法 那么我们修弥陀大法 就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今天再讲一点 这个密教大圆满 我念一段书文 今天宏观圣灭 金刚上师 了了得见十方佛土 这是不上空谈的 今天我写的书 不是为自己而写 而是为众生而写 佛跟众生之间 本无不同 只是迷雾之分 告诉大家吧 这天心 虽修法先显内 但本不在内 也非显在外 更不在中间 只要修到巧妙处 便完完全全的清清楚楚 事先说出 也是太早 那这里面讲的是心 心的问题 心很重要 心非常重要 那么 我们也知道佛教里面有一句话 是万法为心 万法为心 万法为心造 万法为心造 万法为心 那么这个心在哪里呢 在禅宗里面有提到 心不在内 也不在外 也不在中间 那这是什么心呢 这个心啊 本来就是无形无相 无形无相的 无形无相的 没有形没有相 只是一句话 那 言起 是因言而起 是因为因言 你这个 心念才产生出来 因言而起 所以 所以这个 中官派有讲了一句话 这个 就是言起 信空 言起信空 言起信空 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个言起信空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 因言而生起 不自生 不他生 不共生 而是 以言而生 依照言 他才生起 所以这个叫做 言起信空 其实佛教的空性 并不是否认 所有的有 并不是 而是从有当中 有当中 去解析他的空性 由这个世间的有 像我们人 去解析他的空性 昨天晚上 参加了一个 一个晚宴 一个晚宴 那么有一位 是刘明善 先生 刘明善先生呢 他说 他梦见 师尊一共有三次 那最后一次 是在梦中 跟师尊打电话 梦中跟师尊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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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很神奇 在梦里面打电话 那天在的人 昨天晚上在的人 我们可以挤手一下 很多人在 有没有听到 刘明善先生讲的第三个梦 第三个梦 他是梦见师尊跟他讲电话 到他讲了两个小时 讲两个小时 他说 在梦里面跟我 跟刘明善先生讲话 讲两个小时 算起来我也是 长舌夫 长舌夫 講两个小时 我说法也没有讲两个小时 我跟他讲电话 讲两个小时 最后要挂电话 师尊还问他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他一讲 我们那一周的人 大家都笑 师尊都不知道你是谁 跟你讲两个小时 你到底是谁 你是谁 欸 这一句话是鸡轰 是鸡轰 大家不知道 只有师尊知道 我问你 你是谁 因为你不明白自己 所以我才问 你是谁 我也问大家 现在问大家 Who are you 你是谁 你是谁 很多人不知道的 大家以为说 师尊讲这句话 这个很简单可以回答 我就是卢圣燕 我就是卢圣燕 卢圣燕 只是你一个代号 一个代号 谁是卢圣燕 我说我就是卢圣燕 那你这个我是什么 那你这个我是什么 眼耳比舌生意 还有五福 五脏六福 身体的皮肤啊 肌肉啊 你穿的衣服啊 什么都叫 综合起来就叫卢圣燕 五脏六福 包括骨 肉啊 皮啊 毛啊 全身啊 穿的衣服啊 穿的衣服啊 不常变啊 这个形象就叫卢圣燕 这个不是的 所以我们 有人常常问一句话 我从哪里来 我向何处去 我佛在人间做什么 我为什么而佛 你要明白这个 这个才是你 真实的你 你 我说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明不明白你自己啊 很多人不明白 很多人不明白 对不对 好啦 灰金上司 你到底是谁 讲出一个好的答案给我听 灰金講說 妳到底問誰啊 喔 這樣一聲就這麼大倒重了 這叫做倒倒 喔 妳實在有倒倒嗎 不問妳啦 不問妳 我問這個老實和尚 妳到底是誰 老實和尚跟我回答一個 不要跟灰金一樣的 老實和尚講說 她是未來佛 這是很有自信的 老實和尚講的 她是很有自信的 我就是未來佛 那灰金那是倒大的 雖然也是飢風 雖然也是飢風 表示她是空性 我是沒有的 不是空性 我本來就存在法身的 人家灰金講的也是對啊 她是法身的 老實和尚講 我是未來佛 很有自信 很有這個 很中肯 而且很直接 很直接 要點出一個東西啊 未來佛啊 妳看 灰金就不敢了 我以為她會回答說 我問她 妳到底是誰 那灰金會講 我是冰淇淋 真的 很多人不明白自己的 我為什麼出生 我活在世間幹什麼 我從哪裡來 我向哪裡去 我活著是為了什麼 我為什麼而佛 在塔西地 大西地的畫家 高庚 是法國人 高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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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法國人 他就是問了這四季 四季化 他是高知識分子 而且是有名的畫家 他跟這個翻古 翻古 有人翻成翻高 有人講翻古 曾經兩個人住在一起 兩個都是很有名的畫家 當然翻古 他的畫 好像他的評價更高 但是高庚的畫非常寫實 他大西地的那個景色 他都畫在他的畫裡面 高庚的女兒過世了以後 他悲痛欲絕 然後他就寫了這四季化 我從何處來 我向何處去 我活著是為了什麼 我為什麼而佛 所以他在達伊地 達伊地的這個葉子符 他自殺 結果沒有死 那個是我游泳的地方 我在大西地去看了那個符 看了那個葉子符 人生有很多的疑問 心的一個問題 心 完全在心 我剛剛講的 天心啊 不是天上 他是 我寫的是天上的星星 就是心 其實一切唯心造 一切唯心造 最主要的就是你這個 完全不明白的心 你要去明白它 你當然你明白了這個心以後 你才能夠在這人間裡面 真正的有價值 另外還有一點有價值 你能夠幫助別人多少 這個是有價值的 這是屬於菩薩 你能夠幫助別人多少 你是菩薩 你經常這樣子想 你是菩薩 你能夠明白你自己的心 你正念了你自己的心 你就是未來佛 所以十六世大寶法王 卡瑪巴千諾 卡瑪巴千諾是他的咒語 卡瑪巴 卡瑪巴 十六世大寶法王 他的金剛號 就是自心明白金剛 自己懂得自己的心的金剛 今天我問你 你到底是誰 就是要問你 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你自己的心 你有沒有按照你的明白 新的心 來這樣努力修行 這是最重要的 《密教大阑滿》裡面有提到 《新的重要》 有一位原住民同胞 用很長的吸管là 他在吸小米酒 吸这个小米酒 吸米酒 路人就问他 为何用吸管来吸 原住民回答 因为医生要我离久一点 离久眼一点 离久眼一点 医生说 你要离久眼一点 原住民他就说 知道了 回去 喝酒的时候用吸管吸 因为酒在那边 我在这边 就离久眼一点 这个就是不明白医师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谁是大医王啊 释迦摩尼佛是大医王 他教你们离久眼一点 你不能用吸管来吸 你就是要断掉酒 不能喝酒 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不能上夜店 也不能忘义 也不可以脱到 这就是戒律啊 释迦摩尼佛讲 讲戒律 其实所有的戒律啊 全部从五个生出来的 最重要的 是佛教的戒律 杀到盈忘乖酒 这五个重要的戒律 是佛教的戒律 杀到盈忘乖酒 你不能杀生 不能邪淫 不能妄语 不能妄语 不能脱到 不能变酒 就是这五样 然后再分出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戒例 这五戒是最重要的 佛已经跟你这样子讲了 那你去犯 那就是犯了戒例 所以这个大一王讲了 那我们要守这个 修行才能够成功 我在这个香港大法会的时候 就给很多队的新人 做正分 其实分前跟分后 是不一样的 分前分后 大部分是有差别的 当天气冷的时候 你的讲好冷 那难的就讲 那就抱抱吧 这个是初恋 你的再来呢 你的讲好冷 难的讲走 马上买衣服给你穿 这个是热恋 热恋的时候 你的讲好冷 难的讲 谁叫你穿这么少 等等回家才穿甜衣服 这个是已经结婚 就不太一样了 你的讲好冷 难的讲 你笨啊 谁让你穿这么少 就是结婚 已经有几年 结婚有几年 你的讲好冷 难的讲说 活该 把你能死 只是外面 外面已经有了 这个境况不同 境况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学佛 是完全一样的 那个就是永恒的这个心 永恒的 你说你 现在我们流行什么 爱你这个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是一条歌嘛 对不对 爱你一万年 这个爱你一万年 当然热念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爱你一万年 爱你万万年 我说一万年还不够 还要万万年 爱你这永恒 forever 永恒 有可能吗 你垂垂自己的心 问问自己的心 有可能吗 恋爱的时候 是有可能的 结婚以后 慢慢就跟这个笑话一样 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 长眼心 每天一定要修行 每天一定要修 不能够停止的 有一个例子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 出乎拉斯固 有一个 这个弟子 他过世 昨天晚上 他过世 那么这个弟子 是到了这个 在香港过世 那么他是 在跟朋友买东西 跟朋友一起出门 那么跌倒 跌倒以后 这个 后面的这个 这个尖锥 跟头壳 是创造东西 然后外面流血 里面也流血 人就昏迷 那昏迷了几天以后 就昨天晚上 他过世 那昨天晚上 因为我得到消息以后 我就帮他接引 这个接引 这个 姚子金母 去帮他接引 我请姚子金母 我念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其请接引 我念 姚子金母 大天尊 其请接引 其请接引 这个弟子 那 这个阿弥陀佛说 他 他便没有一日一休啊 他没有一日一休 还好 他是生活中弟子 那也参加了 这个白莲花王的法会 有很多法会 他都有参加 但是他就是没有实修 没有实际上去修 要是金母说 还好他心地也很善良 心地很善良 所以姚子金母就 带他走 带他 到我的面前来让我看 然后跟我讲 他要带他到 色界天 异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带他到色界天 我想说 他能够到色界天也不错了 这个比现在更好 比人间好得多 那我就放心了 我帮他做完这个接引跟超度以后 我就放心的回去睡了 那今天跟大家讲 他为什么到色界天 就是因为他心地善良 他以师尊作为他的依孤 他常常参加法会 也有来修 也有修法 但是他回去以后 他烦恼他的家庭 烦恼很多 便没有每一天修法 便没有每一天修法 这个就是他的恒心不够 他的永恒心不够 他如果天天修持 天天修法 心系本尊 得到上师的加持 得到父法的永债 得到本尊的色寿 他绝对能够到本尊的净土 只是他没有日日修法 本尊便没有在旁边 父法也不在旁边 出了事 但是他心中还好有个依孤 那么师尊帮他修了超度跟接引 他到了色界天 所以要有这个很久长远的心 非常困难 今天你如果能够认清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事 要懂得 这一切都是泛化的 泛化出来的 就会不见的 你看一千四百多年前 梁武帝 他盖的试验 那时的人还存在吗 都不存在了 那些建筑物很多都不存在了 梁武帝的房工呢 我看也是 也是老旧了吧 如果还有那个古董 一千四百年前 你说人也不在了 物也不在了 什么东西都不在了 他盖的试验很多 所以都不会存在的 唯一存在的 就是你认识了这个 你知道这世间上就像梦 像幻一样的 都不会长久的 唯一能够长久的 你有恒心的跟着到 本尊的净土 你修成了未来佛 你就永远存在了 唯一这个就是人生的价值 是 无归生病了 这个 锅牛吧 我说锅还是 瓜 乌龟生病了 蝸牛去探望 乌龟拖蝸牛去买药 过了很久 蝸牛还没有买回来 乌龟就很生气的说 气你的 等他回来我就死了 门口忽然传来一句话 你在骂我就不去了 原来蝸牛它走得很慢 它走得很慢 还没有去 才走到门口而已 后来乌龟不爽 改叫蜈蚣去买 一样也是等了很久都没有回来 乌龟又开骂了 脚比较多的应该很快 怎么也那么慢呢 这时候门外传来了蜈蚣的声音 你老爸还在穿鞋呢 就是你老爸还在穿鞋子呢 你老爸 这个事情啊 不管怎么样子 快也好 慢也好 只要你有在动作都一定会到 聪明也好 你一笨也好 你只要实修天天这样子做 熟能生巧 你硬在心中 永远这样子做的话 你一定会成就 所以这个叫做早晚都会成就 不怕慢 只怕你不做 所以我讲了 昨天要是金母讲 这个弟子没有每日一休 所以只能够到天界 他不能够到马哈双天子 也不能到活活净土 所以你只要每日一休 那个功课得到力量 你那个力量产生出来了 你跟本尊已经相应了 绝对到本尊净土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很喜欢讲特别话 师尊 你教我特别话 有时候我也想教他特别话 有些是比较特别 但是呢 你如果说我不学特别话 我就照师尊的这个仪轨 每日一休 做完了 我心就放下了 就安心了 你做久了 你自然得利 本尊也会接近你 越来越做越接近你 你就跟本尊相应了 不用特别法 你就是一般的法 你都可以成就 就算你只修大礼拜 你每天做大礼拜 每天啊 每天做大供养 每天念四归一咒 每天修忏肥法 你一样会有成就 有一位八楚仁波妾 对他的上师非常恭敬 但是八楚仁波妾 修大礼拜法 修了数万万万万遍 他对上师顶礼的时候啊 上师都站起来跟他回礼 这个上师很厉害啊 他知道八楚仁波妾 已经修了数万万万遍的 大礼拜法 功德已经累积的很高了 上师都起来跟他顶礼 你看一个大礼拜法 他就能够让上师起恭敬心 跟他互相 他跟他顶礼 跟上师顶礼 上师也回礼给他 那个上师也是很厉害的 那个八楚仁波妾 说不要正面跟他顶礼 他抖在后面 躲在庙后面 跟着 对着上师的方向 跟他顶礼 这个上师都知道 他站起来往后面一转 也对着 对着这个庙后面的八楚仁波妾顶礼 隔着墙跟他顶礼 他看得到 这个八楚仁波妾在那里 八楚仁波妾跟他的上师顶礼 他上师也站起来对着墙壁顶礼 修行要修到这个 这个就是相应的 单单大礼拜法都可以相应 你只要有恒心 最重要 你不要今天顶礼 明天以后过来 一个月以后再来 天天都要做的 像师尊我告诉你 师尊天天做的 师尊天天做两百下的大礼拜 你有没有这个恒心 我从我开始写法到现在天天做 没有停止过 我修法天天做 就算在飞机上我也做 像从西雅图回来就隔一天了 我想隔一天 今天上了飞机就可以脱懒 反正在飞机上 对不对 在西空之中 我不算脱懒吧 总之我在飞机上睡一觉 起来我就不用修法 起来我看一个长片 在飞机上的木鸣 我看一遍 然后睡一觉 看一遍木鸣 然后再打臀一下 想东想西就到了 难得休假一天 回回西雅图 难得休假一天 没有的是 我照样在飞机上修法 这个才是恒心 永恒的心 大家有做到这样子吗 做到这样子保证往生的时候 这个佛国净土是你的 这个我们谈到这个佛教的五界里面有九 九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有人做了一个实验 拿两杯空杯子 一个人加水 一个人加酒 然后就把虫放进水杯里面 发觉虫还在水里游着 没事 接着再把虫放进这个酒杯里面 结果这个酒子挣扎了几下 就死翘翘了 由此可知啊 酒是好的 只要平时都喝一点 肚子里面就不会长虫 喝吧 没事啊 我今天告诉大家 其实肚子里面长虫跟酒是无关的 跟这个酒 你身体里面长什么东西 跟酒是无关的 不要被这个笑话骗了 不要被这个笑话骗了 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的知识 那不一定是对的 就算是对的 也叫旁门 真正的知识是如来的知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妈你给你喝 谢谢 谢谢